39題,仿造做脫離切離實驗,拿一個水,然後做脫離實驗裝置,結果如圖所示 請問我們,有關於甲乙丙釘的四個壓力大小,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們根據老師教的連通管原理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所以丙跟釘在同一個水平面上,所以丙跟釘的壓力相同 所以選項B是對的 同時我們知道,這個釘這裡只有受到一個大氣壓力 然後甲這邊除了一個大氣壓力之外,還要再受一段的水壓 所以甲的壓力會比釘來的大,所以這個也是對的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我們剛才講過說 丙跟釘的壓力相同,釘這裡就是一個大氣壓力 所以乙的壓力加上丙的這邊的這一段液體壓力合起來會等於大氣壓力 大氣壓力是76公分拱柱高,如果換成每平方公分克重是1033.6 也就是可以使得水柱呢,上升1033.6公分 而這裡的水只上升了10公分 所以就表示乙這個地方呢,是有壓力的 然後才能夠跟我們下面的液體壓力加起來會等於大氣壓 所以呢,乙這裡並不是真空的,也是對的 也是對的 所以選項柱也是對的 可是乙就不會等於釘,因為是必須要乙的壓力加上我們的這一段的液體壓力 才會等於釘這裡的大氣壓力 所以呢,乙的壓力應該是要比釘來的小 你剛才講過的,乙的壓力加上這段水的壓 10公分的水壓,才會等於1033.6 所以呢,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的選項A,乙等於釘,這個敘述是錯的 所以第39題問我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A,乙等於釘是錯的